第二由吴孝博、张军宁等主演的电视剧《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银》目前也是正在热播 剧中除了老年的司马懿成为了最大的看点外 司马懿的两位性格故意的儿子也在后期成为了最大的看点 司马昭心狠手辣,司马仕精辞手软 在最新的剧情中,司马懿痛下杀手,草长三族被斩草出根 司马懿之妻夏侯氏的哥哥,夏侯轩也是悲痛甘癌 怒斥司马仕,也是错信了司马懿家 朝堂之上司马懿被册封为丞相之位 夏侯轩又直升一人,斥责司马懿独断专行,不踪卫国之法 因为的心地曹芳也是对司马懿忌惮许久 属性夏侯轩能够立万狂澜,却被司马昭得志将其拿下与严谨抗打 可怜为之所情的夏侯轩以为是司马仕的计划 在狱中诱骗司马仕靠近后,刺瞎了司马仕的一只眼睛 最后也是被司马昭安于谋反之罪,隐私于刑场 一种玩偶也是实力吐槽,司马昭太狠真实实力吭歌 实在是太有心机了,一起做等最后大截局的上线吧